大家好,我們是桃園八德和平路關榮水晶 我是關榮水晶的洋店長 今天是我們關榮水晶教室的第六集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水晶洞裡面的特殊存在 變種水晶 相信大家在外面看水晶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一些跟紫水晶或黃水晶不一樣的水晶洞 那這些水晶洞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這些我們統稱叫變種水晶 或有人稱之為異象水晶 那變種水晶呢 主要會有兩種的不一樣 主要第一結晶形狀的不一樣 以及第二顏色上的不一樣 今天的影片我們會用三顆水晶洞 跟你們做詳細的內容介紹 讓你們對異象水晶有更深的了解 首先第一顆 大家可以看到這顆結晶形狀上不一樣的變種水晶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細部照片 這件結晶形狀上的不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呈現柱狀體一根一根發散出來的金牙 從細部上各位可以看到它跟一般紫水晶 黃水晶洞的水晶長得不太一樣囉 這一顆明顯它的結晶形狀跟一般的紫水晶非常的不同 那一般的紫水晶它會呈現六角晶體面 如同上面照片呈現的這個樣子 那除了今天影片上介紹的這一顆結晶形狀不一樣以外 其他還有許多結晶形狀不一樣的變種水晶 如我們上面照片這些也都是不同的形狀 第二款大家可以看到面前這一顆 它是屬於顏色不一樣的變種水晶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這一件的細部的照片 這一件顏色變種是屬於非常漂亮綠色晶瑩剔透的顏色 那這種綠色的天然色也是非常少見的變種水晶喔 那變種水晶本身來說它的顏色會有非常多種 只要它產生的顏色跟紫水晶黃水晶等等不太一樣 這種我們都可以統稱叫顏色上變種的水晶 最後大家可以看到面前這一顆大型的變種水晶洞 這一顆它是屬於結晶形態 顏色都有發生變化的變種水晶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細部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顆變種水晶 這一種變種水晶是我們說最珍貴最稀有的異象的水簾 可以看到它的結晶長的是一根一根非常細密完整的水晶柱 那它的顏色也是呈現綠色黃色白色相間非常特殊的多層次變種 像這類型的變種水晶常常會有結晶顏色都同時變種的狀況發生 那每一顆變種水晶都是非常獨一無二的 非常適合個人的收藏 今天的影片讓大家對變種水晶是不是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呢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以及分享 別忘記打開小鈴鐺 那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處留言給我們 我是關龍水晶洋店長我們下次見